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介绍脚动量 那在讲脚动量之前呢 我们复习一下动量 动量就是运动量 那我们当初是用保龄球和乒乓球 保龄球和高尔夫球来举例的 就是说运动量它其实 会跟你的质量有关 以及跟速度有关嘛 所以动量运动量就是质量乘速度 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脚动量 运动量是用质量和速度来代表一个 固体的运动 那脚动量则是用来代表固体的转动 首先呢我们看一个例子 这里有一个圆 然后这个人呢 他看到这个圆上有一个物体在走 那相信各位可以知道说 这个人他会认为说 这个物体是有在转的 要放大一点 自学不下 自学不下 有转动 有转动 那么接下来呢是同样一个人 那不过这一次呢是 看一个东西是绕椭圆的 那这个东西一样也是绕着这个人在转 那这个人应该也会觉得说 他是有转动吧 这两个的差别在距离有改变 距离有变短 然后又变长 对不对 那这边的第一个情况的距离是不太改变的 那这里只是要表达一件事情是说 其实在转动的情况 他的距离还是可以有远近的改变 那怎么样才算是一个转动呢 我们最后就要举一个例子 这里有一个人 叫A 他看到一个物体呢 这样远离他而去 那A他可能就不会觉得这个物体有转动吧 对不对 应该不会觉得这个物体在绕着他转 可是如果对这个B人 B这个人来说呢 他看到的是有转的 他看到的是这个物体从他的十点钟方向 到了两点钟方向 所以B这个人他会认为说 这是有转动的 那可是明明他的走直线怎么会是有转动 所以事实上其实只要有一个角度的变化 只要有一个角度的变化就会有转动 而且呢 更特别的是 转动与否是要跟你的参考点有关的 参考点就是原点 转动与参考点有关 从A这个人去看是没有转动 但是B这个人去看则是有转动 那跟参考点有关意思就是说 其实是跟这个R有关 这个人他看这个物体距离他多远 是会决定他是否有转动 所以我们最后再举一个例子 这是C 那他今天看到的一个物体是走斜斜的 那走斜斜的根据我们的A和B这个情况呢 其实C这个情况就可以看成是 有分为垂直的部分 但也有平行的部分 平行它的距离的部分 以及平行它的 垂直它距离的部分 所以我们把V分解 分解成V平行 这个平行是指跟这个R平行 那还有V垂直 是指跟这个R垂直 那根据我们刚刚举的这个例子 应该是只有垂直的部分 才会有转动 垂直的部分才会有转 因为平行的部分 他就会看到他一直远离他 但是并没有角度上的改变 那只有垂直的部分 在C看起来才会有一个角度的改变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 转动其实是来自于这个垂直的部分 速度和距离垂直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以R乘上V垂直来代表转动 那当然就是速度越快的话 转动感觉就越多 R越大的话速度不变 然后R越大的话转动也感觉是越多的吧 那最后我们再乘上M 乘上物体本身有的质量M 所以就可以变成了RMV RMV垂直 这个就是角动量 那么就如我们力矩的讨论一样 我们这边也可以去分解力 分解速度或是分解位置 分解V或分解R 如果是分解V 那我们要算转动的部分 就会是V垂直去乘上R 但是也可以是分解R 那这时候我们会把V做延伸 我们把V做延伸 这是我们的R垂直 所以它也可以是R垂直 去乘上V 那就如我们的 我们的力矩的讨论一样 所以这两个乘起来都会是 sin θ 这两个乘起来都会是RMVsin θ 因为我们的V垂直就是Vsin θ 对不对 那我们的R垂直也是Rsin θ 对不对 这是可以直接从这张图中 几何关系去看出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R垂直来代表转动 或者R垂直V也可以 那乘上M只是把物质的量 把物质本身的质量再考虑进来 毕竟一公斤的东西和两公斤的东西 同样做同样的转动 那一公斤的东西 两公斤的东西转动应该是比一公斤的东西还多 我是说如果R乘上V垂直是相同的情况下 那再考虑物质有多少个 它本身的质量 那就会变成RMV 所以总之我们可以把RMVsin θ就叫做角动量 那这个MV其实也可以写成动量 所以最后这个L就是角动量 它就是考虑了R之后的动量 那必须要R和P要垂直 才会有转动这样子 好这就是角动量 角动量就是RPsin θ sin θ θ是R和V的夹角 距离和速度的夹角 那不知道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 为什么我们要写R乘上V来代表转动 那就是因为转动其实是跟参考点有关的 你的参考点不一样 去看同一个物体 R就会不同 那这个R其实会关系到是否有转动 所以我们用R乘上速度来代表转动 那在考虑了M之后呢 就变成了角动量 那必须要是互相垂直的 必须要是R和V互相垂直的部分 我们才有计算算式转动